书接前文 乌思道在席间吟诗一首 引得众人无不感动落泪 一时间李渭的家人们 已经用条盘把菜送上来了 引记上跟李渭两个人在一起 共事的时间不长 这还是头一回坐在一块吃饭 他看了看席面总共只有六个菜 除了一条清蒸鱼跟一盘炒鸡蛋 算是荤菜以外 其余的都是极为普通的素菜跟凉拌菜 李渭是出了名的豪爽总督 官场上料理事务沙发决断 简明爽快 想不到私下里却是如此的简朴 李渭见众人还沉浸在 刚才的那首诗所带来的悲痛当中 便笑着说 哎呀好端端的这是怎么了 吴先生把我们吃酒的兴头都给搅了 要罚酒 然后他冲着范师杰就骂道 我说范的舅子 我日你妈的 你整天皱个眉苦个脸 你要死啊你 要知道范师杰那可是出了名的驴脾气 做过两刃的封江大利 无论是四叶印针还是皇帝雍正 他都顶撞过 但李渭是张口就骂 丝毫不给留面子 说来也怪呀 那位范的人挨了骂之后 非但不恼两只眼睛笑着都眯成一条缝了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咧嘴笑道 有日子没见一亲亡了 几呼闷煞 总算是有人骂老范一声 好感情这位范的人是个贱骨头 不骂不舒服 李渭笑着一边为众人针酒 一边对众人说道 你们是不晓得我这位范的舅子 三天不挨骂 饭都吃不下 然后他又把自己当年在前门大街惹祸 被时任顺天服饮范师杰给抓了起来 四叶印针出面 要人都被这位范的人给顶了回来 最终是十三爷允祥揪着范师杰的耳朵 让他在畅春园里面学驴教的往事说了 逗得众人无不捧腹大笑 聊来聊去说去说来 话题最终还是落到了鄂尔泰的身上 李渭对范师杰说 我看这个鄂尔泰就是故意来找茬的 你是藩台 我就指着你这个驴性子跟他打交道了 范师杰满不在乎的说 别说是鄂尔泰 就是年耕摇也稀松 江南这么富的省 火号只要收到三千 李渭是大清官 这话我对谁都敢说 你看看这代客的菜 我看着心里就感动 比一个县令吃的都差 鄂尔泰要是来寻你李大人的麻烦 你甭客气 只管来叫老范 反正我是破棍破摔 他妈爱谁谁 说吧 他从薛筒里面抽出来了一张纸 递给李渭说 方才制台见洋人的时候 我跟尹公都已经统计过了 真实亏空的县 一共有二十三个 这是清单 都是苏北遭灾的县 请制台过目 李渭接过来略微的看了一下 顺手就交给了旁边的一个家人 说你去签牙房 请赵师爷开个单子 一室两份一模一样 每份只写全省一半县的名字 记住了 这二十三个县 一个也不要写上 听明白了吗 家人答应了一声扭头出去了 吴先生等几个人都不知道 他在搞什么鬼 都满腹狐疑的看着李渭 李渭嬉皮笑脸的说 都别问啊 都别问啊 天机不可泄露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然后他站起身来笑道 诸位不要嫌我寒碜 我是个叫花子厨身 今天露一手 摊家的把式给你们瞧瞧 我叫厨子 做了两只叫花鸡 怕是你们都没尝过 然后他大声对外面喊道 烧好了没有 这么半天了 叫花子鸡 在座的那几个人 别说没尝过 连这个菜名都是头一回听说 不是演小品那个菜名啊 是这个菜的名字 为什么呢 说话间只见一个厨子 用木盘子 关着两团焦乎乎的东西进来 范师姐拿手一摸 哎呦 烫得把手望回一缩 这哪是鸡啊 这分明是两团烫手的黄泥巴 李渭说没错 外头是泥 可里面是鸡 他轻轻的一敲 果在外面的黄泥 已经是烧焦了 这一敲 连泥巴壳 带鸡毛全都脱落了下来 露出了两只白亮亮的鸡 一时间满屋子香气扑鼻叶 吴先生挑大指喝彩 好香 李渭用筷子把鸡挑到那个大盘子上 笑着说 这是我当教花子时候学的法式 鸡是偷来了 没有炉灶怎么办呢 用黄泥巴一团 烧熟了 掰开了 连鸡毛都一块退了 比什么都香啊 如今当了官 也还是忘不了这个味儿 不过吃的也比以前讲究了 把鸡肚子里的那些个东西 从屁股里面掏出来 塞进去葱姜盐等等等等的佐料吧 你们就尝尝这个味儿 几个人一起用筷子挑那个鸡肉 放到嘴里 真是入口即化 软滑香美 余味无穷啊 范师杰炸炸乎乎的 打赞妙吉 说要是再来一点酱油 岂不更佳吗 尹纪善是新科的榜眼 排名还在刘墨林之上 只见他一边品着滋味 一边闭目摇头说 如此佳肴 岂可无赞 然后他慢声说道 生也其名皆皆 此也岂无藏埋 吴先生立刻就接口说道 以我之福做二观才 范师杰大叫道 好 好 都说的好啊 你们听着我这还有更好的 呜呼哀哉 拿酱油来 众人是轰然大笑 无辜前仰后合 李渭笑着说行 范的舊子 真有你的 说道叫花鸡勾起思乡情啊 话说西年撒家在上海之时 我常去七宝老街 那儿就有一家卖叫花子鸡的 拿起来呢 是一团吐巴腔腔的黄泥巴 买回去加热 打开之后 里面就是金灿灿油汪汪的一只鸡呀 香软酥糯入口即化 连骨头都能一块嚼着吃了 回味无穷啊 你看这个鸡啊 是特别能够被大众所接受的食物 有的人不爱吃鱼吃虾 嫌兴气 有的人呢 不爱吃肥肉 嫌油腻 但是你很少听见有谁说他不爱吃鸡的 天津人爱吃烧鸡跟趴鸡 你要是能够买到那个正宗的德州趴鸡 那真叫做好吃至极呀 到了四川呢 口水鸡 麻辣口的 江浙一带 包括上海呢 叫三黄鸡 白切三黄鸡蘸着料吃 也有叫做白切鸡的 不过因为上海话里面呢 这个切跟吃这两个字的发音非常的接近 所以说这个白切鸡呢 叫着叫着就极容易被叫成白吃鸡了 白吃是不好的 为了区别呢 就改名叫做白斩鸡 而且这个斩字呢 读起来还是很有气势的样子 到了广东呢 也叫白斩鸡 外国人也爱吃鸡 外国人爱吃烤鸡跟炸鸡 这么多年也不知道有多少只鸡 葬身五腹啊 要是在算上鸡的那些没出壳的儿女们 那更不得了了 子曰君子坦淡淡 小人藏鸡鸡 看来疯子我真是小人 众人一边吃着李渭的叫花鸡 一边是赞不绝口 席间的气氛也是十分的欢愉 正在这个和谐欢乐的时候呢 只见一个家人捧着一个名次 进来禀报说 治台老爷 鄂尔泰大人来拜 闻听此言 李渭的脸顿时就拉下来了 嘴里说真他妈扫兴不见 你去告诉他 说我忙得很 那家人答应一声 转身就往外走 乌司道说 且慢 不要这么小家子气嘛 他给你一磅 你还他一枪 不但有失大臣的体统 把是非都给锁碎了 乌先生侃侃而谈 既像劝说又像训诫 尹纪善觉得这个乌司道的话 虽然每次都说的那么的 简明讹要有理有据 不过他担心这口气 李渭受不了 但李渭自己本人却根本不在乎 他做了一个鬼脸 挤眉弄眼的说 这个性恶的可是真能扫兴 那既这么着 纪善时节 我们索性一起见见他 看他是个什么章程 然后相机行事 只是委屈了 乌先生叫你哭作了 此时 乌司道也意识到 自己刚才的口气有些重 要知道李渭现在 那叫两江总督 全国像这种级别的官职 一共才设置了九个 是最高级别的封江大吏 铸臂江宁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总管江苏 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政民务 当然也包括现在的 这个上海地区 是正二品的大员 按照现在的话来说 比上海市委书记的权力 都大得多得多 至少是副国级的干部 而乌司道呢 只是一介不一 却像训小学生那样的说话 他自己也觉得不太合适 便一笑道 你们都是公务 我有什么要紧的 翠儿已经命人 去我那接我的家眷去 将来咱们说话的时候 有着呢 李渭爽快的说 那好 开中门放炮迎接 叫议事厅里的那起子 混账官员们 都到园门外面去迎接去 他一边说着 一边在家人的服饰下 更换袍服 将一顶起花珊瑚 大帽子颤巍巍的 插上了双眼孔雀铃子 又套上了紧急的补服 又亲手抖开了一件 黄马挂子 罩在了外头 浑身上下一团促心 刹那间 这个李渭 好像就换了一个人似的 那种慵懒的 完事不公的痞子气 一扫而尽 他将手一让 请隐犯二人先出去 又向乌斯道捉了个衣 然后昂然走出了堂房 李渭来到了前头 只见原门外 自己那一百多名 文武官员的下属 狐立在左右 鄂尔泰那边呢 也是全挂子钦差的装束 一乘绿泥大轿前面 几十名校尉按键而立 簇拥着表情严肃而庄重的 鄂尔泰 等待着李渭前来迎接 隐记善凑到李渭的跟前说 志军 迎接钦差 您穿黄马褂 似乎有点不公啊 李渭没回他这个话 向原门外走去 此时只听得咚咚咚 三声炮响 惊起了绿音中 乘凉了一众鸟儿 官员们见自己的总督 这番打板出来 啪的一打马蹄袖 全都跪了下去 李渭泰然自若的 迈着方部迎出了大门 在离厄尔泰五六不远的地方 站住了脚步 将手一一说 厄功辛苦 请进牙说话 厄尔泰面无表情啊 一双鹰一样的眼睛 死死的盯着李渭 从牙缝里边蹦出来一句话 我有旨意 奉圣命而来 这意思就是说 你得给我下跪行礼 李渭静静的说 我也有旨意 我也奉有圣命 所以凭礼相待 请恶的人不必介意 奏乐 古乐声一起 李渭跟厄尔泰并肩而行 走在了最前头 引记扇紧随在侧 后面是范师杰 岸茶使 顺天福尹等等 一众大大小小的官员 鱼贯而入 进来之后分宾主落座 厄尔泰说 皇上钦点我的学差 来主持南京的共事 前次大人过访呢 恰好我身上不爽 很慢带着大人 我在这里先谢过了 说吧 他起身一一 李渭嬉皮笑脸的说 南京这地方天太热 恶大人您从北方来 水土不服也是常有的事 咱们都是替雍正爷办事的狗 怎么汪汪也还是一窝子 你放心 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这条大人您尽可以放心 上一次我前去拜望 原也不畏的攀附您大人 一来是想请圣安 二来也想知道皇上的旨意 正遇到大人您身上不爽 回到了衙门呢 我的庭际也到了 今儿个恶大人来访 您是皇上耳提面命过 我想多听听你的章程 这一番话说的不冷不热 调侃中夹杂着讥讽 恶尔泰听他说这个 什么咱们都是狗 就觉得心里很不受用 他本想驳斥吧 但又一琢磨 自己也常常说 愿为皇上叫全马之劳这样的话 那全不就是狗吗 如此一说呢 李渭这话似乎说的也没毛病 可是听着怎么就这么别扭呢 他阴着一张脸思量了一下说 李公既然已经知道了旨意 那就不用兄弟我再饶舌了 阴忧几个省虚报亏恐 皇上心里很不适滋味 便点了我的学证 顺便让我来清查 不是兄弟我存心要来寻李公的不是 实在是公务在身 还请李公谅解 鼎力助我办好这个差事 若是有冒烂亏空的 不妨现在就直说 也不算什么大的过失 你是知道我这个人的 素来不肯苟且 要是被我查出来 那可就难免玉石俱焚了 李渭听罢此言 站起身来向自己手下的那些官员们 喊道 你们有冒烂邀功的吗 有座位糊弄本大人的吗 见官员们一个个的都没回应 他说我说的是吗 我不敢欺君这些个狗日的 也不敢欺我 因此本省没有亏空 鄂尔泰冷冷的说 李大人不欺君 这一条我信得过 至于下头的这些老兄 欺不欺你李大人 那要等查过之后再说 李渭说好啊 查就查 你说要怎么个查法 鄂尔泰说 我从户部带来了不少盘查的好手 咱们从南京开始 游近极远 一周一线逐个盘查 李渭笑着说 看来恶公是要撇开我李渭 单独查账咯 那我可得提醒恶的人一声 你方才说要我鼎力相助 这个话不是旨意里头的 旨意里的原话是说 会同李渭复查 所以我也是钦差 另外现在距离秋为 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你的主差是学证 次要的才是复查 你这么逐州逐县的查下去 就凭你带来的那几十个账花子 得弄到猴年马月去啊 鄂尔泰万没有想到 这个大字不识的总督 心里竟然如此的精明 从旨意里的会同二字上做文章 把钦差的身份给拉平了 想想李渭说的这个话呢 倒也还真不算是强词夺理 他也没辙 他咽了一口唾米说 那依李大人应该怎么办呢 李渭说都是钦差 见面分一半 本省一共是一百二十四个县 你六十二 我六十二 咱俩抓揪 抓到哪个县 就查哪个县 公平合理 然后他也不带恶尔泰搭话 便招手叫过来范世杰 说老范啊 你现在就去签牙房 把通省的县名一分为二 次序打乱 搓两个纸鸟过来 范世杰听爸愣了一下 随即他立刻就明白了 李渭刚才所愣的那个 那两个名单里面的花头 他强忍的笑 答应了一声退了下去 厄尔泰不尽 皱着眉说 这似乎有点儿戏了吧 李渭说儿戏 不负君恩 儿戏何妨呢 照你的办法倒是不儿戏 但差事却办不下来 还把我这个钦差 撂到一边不用 那才叫儿戏呢 眼见着两个人要红脸 巡抚引记善术 李公所言倒也是个 决疑的良策 厄公你要是觉得不合适 你有什么更好的法子 也说说您的章程 总之朝廷差使各自认真去办 不必为此生分 厄尔泰见李渭一只手扣着茶碗 瞧那意思只要一言不合 立马就端查顺客了 他想了想也 的确是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124个周线 要是真是让自己一个一个的去查 恐怕他那个邱维的学证也当不成了 他转念又一想 哎 62个线呢 我就不信揪不出一个有毛病的来 哪怕让我查出一个 你看我怎么长死你这个小叫花子 他这正想着 只见范世杰用盘子 拖着两个侄女儿上来 乘到了鄂尔泰跟李渭的跟前 鄂尔泰跟李渭几乎同时伸手 一人娶了一个侄女儿 然后恶狠狠的互望了一眼 之后李渭端查一隐 旁边的一名葛事哈 像唱歌一样的高声叫道 送客 等到众人都散了 李渭回到自己的书房 嘴里还叨咕呢 任你奸似鬼照样吃我的洗脚水 然后他将大帽子一罐 袍服一脱 一屁股就坐到了 乌司到了对面 彼时乌先生正在执笔 给李渭开那个购书单呢 李渭便将刚才的情形 背戏的跟乌先生叙述了一遍 最后说道 鄂尔泰年走的那个揪里面 一个亏空的线都没有 我叫他老东西累了半天 竹篮打水一场空 嘿嘿 乌先生听罢 李渭的陈述 玩耳一笑说道 话虽然是这么说 但你不读书 不论公堂 还是私底满口的粗话 毕竟是一件汉事 你要多读点书 在上书房为一代名相 岂不更好啊 李渭笑着说 其实我也读的 但是表面上不能带出 爱读书的模样 我在人前装傻充愣 其实都是寻着道理来的 转文我也会 但是要转出文来 那叫花子可就不值钱了 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 有这么一段话 我非常的欣赏 就是乌先生 在教印真的几个儿子 读书的时候说的 我觉得这才是读书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这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有它的道理在的 如果你读书读对了的话 你就会知道 看待一个问题的正确思路是什么 从而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的方法 这个其实就是很多人都曾经听说过 但却未必真正理解的那句教父的名言 花一秒钟就能看清事物本质的人 跟花一辈子都看不清楚的人 命运自然是不同的 李渭看似大大咧咧 做事荒诞不惊 但他做每件事情都是遵循着道理来的 都是有章法的 这个章法就来自于 他对事物的本质的清晰认知跟把握 而比读书更重要的就是一个人的悟性 李渭高就高在 他偷着读书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读书却不能够带出爱读书的样子来 他到处嚷嚷着自己是叫花子出身 大字不识 文盲一个 我已经主动的把自己的姿态放到这么低了 别人你还能说我什么 你还能怎么攻击我 但是他只要是往读书人的堆里去钻 那人家可就按照读书人的标准来看待他了 比他书读的好的有的是 他算什么呀 拿那个标准要是衡量他 他就不值钱了 因此李渭才是真有脑子的人 我们再往下看 就能更加清晰的看到李渭的高明之处了 李渭的这一番话让乌思道惊讶不已 狗儿装傻充愣 他原本一眼就瞧出来了 但是没有想到围观十几年 狗儿的城府已经伸到了这个地步 连他乌思道都没有想到 李渭继续说道 今天的事儿呢 鄂尔泰当然要写密哲告我的状 就是引记上跟范石杰两个人 也会据实陈奏 但是他们都不知道 江南亏空的情形 我早就奏报上去了 而且还有皇上的猪批 先生您想看看吗 李渭看了看惊恶不已的乌思道 竟只走到那个书厨的跟前 从黄匣子里面取出了一封素白的折子 双手递了过去 乌思道打开一看 李渭在折子里面写的都是白话 那个大义就说呀 我李渭没做官的时候 想着官是好做的 如今我才知道 做好官难于上青天 李渭说 陈的省里有二三十个县是亏空的 陈并不敢欺君 只是想成就皇上您的体面 所以就这么报上去了 江南是天下最富的省 尚且如此 其余的省份是个什么情况 可想而知啊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因为俸禄太低 李渭说奴才是二品大员 一年却只有一百六十两的俸禄银子 翠儿跟奴才的那个傻小子 每天都是豆芽跟白菜 还不敢跟外人说 对外还得装体面 上回翠儿进京拜娘娘 娘娘赏了他二十两金子 叫他打首饰 娘儿两个才打了两顿的牙脊 看着我儿子狼通虎咽八辈子没见过肉似的 我这当爹的心里不好受啊 总之要想一个长远的法子 官员不穷 就没有由头借库银刮地皮了 不知主子以为然否 吴思道再看后面雍正的朱丕 大意就说 看了你的折子不胜感慨啊 不是朕的心腹断不敢跟我如此说话 据胡广巡抚密折 吴先生已经承传东下 回吴夕必经南经 你可以找到吴先生 把这份折子给他看看 听听他的意见 然后再回奏镇 镇也想过要为官员加俸禄 但姿势体大 涉及祖宗惩罚 一旦紊乱朝局 则话虎泪犬呢 你告诉吴先生 允祥甚为思念他 镇也有要捶寻他的地方 叫他不必回籍 既有尔处妥送进京 五月十五之前务必回来 就安置在宜亲王府吧 吴思道独霸了折子 心中不免一声苦笑啊 自己果然没有猜错 雍正时时处处都在监控着自己 然后吴思道放下折子 对李渭说 既然皇上问下来了 你先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吧 李渭说我这儿呢 一是征盐税 就是剥削养狗子 二是呢 我这地方常常有江阳大道来销赃 我高高的征税 稳稳的当一个大地头蛇 另外嘛 六朝金粉地十里秦淮河呀 我再从妓院跟嫖客身上弄些钱来 补贴给那些钱少的官 还有海关的离金 我也可以动一点 只要我自己不揉钱 皇上就不会怪我了 然后李渭便将自己自从上任以来 如何调剂江浙等地的官员收入 以及资金的来源 用相和官员们的反应等等等等 一一详细地说明 足足说了有半个多时辰 乌先生是一句话没查 全神贯注地听着 把每一句话都印在了脑子里 但李渭都说完了 乌先生正色说道 你这说的都是办法 而不叫制度 制度要能放置四海而皆准 这些路子在你这里可以实行 别的省能学你吗 李渭摇了摇头说不行 他们学不了 乌先生说还是的 这个田文静在河南实行官身一体纳粮 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李渭说就他那个办 不是是制度 我在四川当县令的时候就办过 他还是学我的呢 只不过他是在一个省里面推行 就比我在当初在一个县里面推行 影响要大一些 现在皇上叫我出招 我再去学他 那李渭还叫李渭吗 五四道嘉许的看着这位 兴高兴傲的青年总督 他架起了双拐 在屋子里来回夺着步 李渭摒弃宁神的手在一旁 一句话都没有说 过了足足有一刻钟的时间 五四道骤然回身 说我给你出两条 不过我可有言在先 你要是不同意 我一条都不说 李渭想都没想 说行 只要您说我就同意 五四道说好 君子一言 我跟你说啊 一条叫做贪丁入母 你不能告诉皇上 这是我的建议 就说是你自己想 另外一条叫做火号归宫 这一条你就说是咱俩一起商量 李渭说撑撑撑 您说 五四道微笑着说道 贪丁入母是君父法 简单的说 有的人多没有地 地主人少 地却多 把人头税一概取消 都摊到土地里 这样穷人就少纳税 甚至不纳税 有钱的人就得多纳税 国家的岁入就有了稳固的基础 李渭越听越来精神 说好 您再说说火号归宫 乌斯道说火号归宫是养联法 是励志 所谓三年轻之府十万雪花银 那银子从哪来 是从火号里面扣出来的 我这个法子呢 就是所有的周县府道 一律不许私留火号 全部上交上来 由巡抚掌握 把全省的官分分等级 穷的呢 就多补一些 富的呢 就少给一些 这叫养联银 拿了养联银 扔就不联的官 这样的 你杀他几个 再罢他几个 何愁励志不清呢 我计算着 这两条制度一旦实施 再加上官身一体纳粮 仅你江南两省 每年可为国库 增收三百万两上下 而且不损国体 不伤贫民 整治的是贪官莫利 豪身强梁 李大人以为如何呀 李渭高兴的 啪的一拍桌子 妙极了 这么着我也不至于 穷得连客都请不起了 就这么办 我回头找几个师爷 就按照这个宗旨 细细的斟酌出来 奏鸣皇上 李渭还要继续往下说 只见一个家人 气喘吁吁的跑了进来 李渭一见就急忙问道 怎么着 你打听出来了吗 那家人拿袖子 擦了一把汗 说我打听出来了 这次赛会 供愿出的是孔子 由秀才跟童生 扮孔子跟三千弟子 扛着一丈高的牌位 转接游行啊 李渭歪着脑袋 想了想 你现在就去告诉尹忠诚 咱们出玉皇大帝 咱看谁给谁让路 乌司道说 哎李大人 李大人 您这唱的哪一出啊 李渭说您不知道 年庚摇凯旋回京 天下大庆 这里要赛神 乌司道说 哦那你的意思 就让玉皇大帝压孔子 那你可就闹大笑话了 国家独尊如数 孔子为万事师表 就算是先帝爷 见了孔子的牌位 也得行三跪九寇大礼 你还别说搬出玉皇大帝 你把如来佛 孙行者一起搬出来 也得给孔子让道 厄尔泰文心周密 而且是堂堂正正 他这一回是稳战上风了 李渭说 娘嬉屁 难道就真没有大过孔子的 乌司道微笑的摇了摇头 说没有 这次你怕是输定了 他看着抓耳挠腮的李渭说 你也不用想了 大过孔子是断然没有的 再说了 这又不是什么证物 你争这个风头干嘛的 没什么意思 算了吧 李渭说不行 恶尔他要跟我打擂台 我要不给他一点颜色 看看我出不了这口气 哎 有了 李渭用手指着那个家人说 你现在就去签牙房 叫他们给我做一面 一丈二尺高的番 上面写四个大字 孔子他爹 咱看谁给谁让路 乌司道听拔不禁 府长大笑道好 不愧是鬼难缠呢 孔子他爹叫书良和 你就写这三个字 就算孔子活过来 也得给你让路 就算孔子活过来